嘿嘿嘿 謝謝你收看好 今天瞎談 我是David 我是伯章 嗨 伯章你今天好嗎 你好 怎麼感覺今天有一點累齁 對 今天事情比較多 事情比較多 辛苦了 所以現在喝酒時間應該是開心的一個時間 可以讓你跟童套一起品酒 對啊齁 蠻開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喝這個 你有沒有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喝什麼酒 今天的酒款都是賣威士忌的酒 對 我們今天要喝調和麥威士忌 而且都是一千塊以內的 調和麥威士忌 那其實這個系列我覺得也醞釀有一點久了 其實大概也兩個月的時間 那其實準備這些酒款也是再次謝謝博光 還有我們的同好們透過文香瓶 那這三支都是其實在台灣蠻好找得到 就是說調和麥威士忌有年份的 而且都是一千塊以內 你如果覺得我想請教你一般單一賣來講的話 你知道18年大概要賣多少錢 兩千塊 差不多 其實比較最便宜的可能也要一千五 兩千塊之間 然後再繼續的再往上上去 那其實這是比較佛心的 其實有的時候有的18年是可以五六千塊 六七千塊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知道調和麥威士忌 它其實裡面都是放大麥 威士忌也就是單一賣 那所以也可以說它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單一賣來調和的 我想問一下博光你的威士忌其實單一賣是什麼 單一賣是 就是只能一種麥芽去做製造 OK 滿對的滿對的 不曉得 其實其實标滿對的滿對的 標準的說話我相信我問謝謝你 因為有一些同好可能才剛開始接觸 也有這個疑問 就是說單一賣牙它其實是單一酒廠的麥威士忌 單一酒廠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來自於一個酒廠 因為你知道調和威士忌有的時候就是很多酒廠 那個單一賣就是單一酒廠的麥芽威士忌 所以它其實有的時候也是用很多種桶 不同的桶 所以它就是也是有調和 只不過它就是彎刀的 彎這個酒廠 不能再去跟別家的混 那這個就是調和麥芽威士忌 它就是很多酒廠的單一麥 或是麥芽威士忌 看你要怎麼說把它來做調色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相信你身為大廚 調和就是很多色 就是不同的風味的結合 有時候疊疊疊 它的豐富性就會更 更有層次 對更有層次 那我覺得在做單一麥芽威士忌 它就是因為有的人喝調和威士忌 他會覺得因為古類威士忌 它其實味道比較就是比較潤滑一點 比較圓 有時候人會比較沒有個性 所以呢 有的人喝那一種就是比較調和威士忌 都覺得比較沒有個性 那因為麥芽威士忌就比較有 嗯嗯嗯的感覺 那那個那 調和麥芽威士忌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種類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用很多的單一麥 所以它有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這一種個性 嗯嗯嗯嗯那個力道 不過它又是能夠有調和威士忌的層次 跟調色吧 對風味這樣子 那其實有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說 其實有時候這可能也是跟行銷銷銷售跟價格策略有關 它其實有的時候價格像我都也一直覺得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的綠牌的這一支就CP值 我覺得以15年來講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所以這三支我們今天要來照看 就是其實都還蠻常找得到的 雖然我是有聽博光講 我不確定說 就說這一年12年這一罐慢慢的有開始在 在市場上面好像比較難找 不過我其實是還是蠻多地方都有看到它的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也是用蒙影的方式 那在蒙影之前我就很快也是跟博光跟大家 博光 跟博昌還有跟博光 還有跟我們所有的同胞們 報告一下這三支的差別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famous crowd 它就是這個威雀 的這個 威雀其實一般我們認識它也都是調和威士忌 像我們之前也拍過很多次 那它的18年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很清楚 就是調和麥芽 blended malt scotch whiskey 而且是18年的 那這一支其實之前它在發 蘇格蘭也有發一支 那其實很多人都說它CP值非常好 那我最近看我 據我所知 好像這一支18年 好像也是他們特別為台灣市場推出的 那其實說真的 以它的價格在1000塊以內 真的也是非常的 以18年的威士忌來講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nice 這樣子 那15年其實15年 我們之前其實也是有在約翰走路的品牌 來的這個介紹 連結會放在下面 我今天早上才剛剛看的 因為要拍這個 就是 我有自己喝過 所以今天很開心跟你一起再來喝 那我們之前做約翰走路蒙飲的那一集 其實有很多的通話說為什麼沒有喝這一支 那我就有說 因為蒙飲我們都是用那個調和威士忌 那這個調和麥芽威士忌 覺得跟其他調和威士忌比 好像橘子跟蘋果比 不是那麼的 就是公平 所以我們就 來跟其他的調和麥芽威士忌來做蒙飲 那第三支 Matisse這個牌子你有聽過嗎 Matisse 我第一次看過 第一次看過 你記得以前張學有在演過威士忌 我啊 你記得記得 那個就是Matisse 你記得齁 好久了 對Matisse的這個 那其實你知道Matisse 是哪一個國家的威士忌品牌嗎 蘇格蘭嘛 它上面這邊寫 Blended Malt Scotch Whisky 蘇格蘭的調和麥芽威士忌 不過這個牌子是哪裡的 你知道嗎 香港 台灣的 台灣的 其實它是一個台灣的 那很多人當然它也是都蘇格蘭的風味 不過我覺得它算是也是 因為這個品牌在市場很久了 那在很多台灣的 說說 酒商可能自己裝罐回來賣 自己這種 就是說我們這種IB的這種酒廠品牌 我覺得它真的是做了很久 也是很成功的一個 算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那我覺得其實你知道 它跟我還有一點特別的感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結婚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說 不是很懂威士忌 那你知道年輕的時候 要是現在當然就是 可能就是其他的東西 不過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你知道也不是真的是 自己沒有很有錢 所以那時候我選威士忌 就有朋友介紹那一支 我其實也不會 我也不知道 只是人家介紹說 好不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用Matisse 其實old 我們改天我覺得也一定要來拍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我那時候也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給一些朋友喝 後來你知道我開始喝威士忌幾年前 我就買那一支 回來喝喝看說 到底我當初請朋友喝的酒 到底好不好 喝完之後當然 齁 不過我是覺得 並不是那一種 你覺得喝完會擔心頭痛或是什麼 就是而且 風味上各方面其實是也還不錯的 所以Matisse 因為這個原因跟我也是有一種 特殊情感 那這一支是他的十二年 所以十二、十五、十八 OK 我們就先來蒙飲好不好 那就是這個大概是這三支 那我覺得 就是說 你喝喝看的時候 我也蠻想要聽你分享 就是說你覺得你在喝 調和麥芽威士忌的一些感受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今天也是蒙飲 你目前這樣子看來 十二、十五、十八 會不會造成這種 競爭的這種 你說年份嗎 對 年份的不公平性 很棒的問題 很棒很棒很棒的問題 說不定喝完之後覺得 對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就是說 對 因為你不覺得有的時候我們在蒙飲 像你記不記得 像我們之前在蒙飲 就是說 有時候你會有年份 像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蒙飲的力量 是 我再一次的講 就是 蒙飲的力量 而且你知道我發現 我有的時候像 像你看 我們那時候喝帝王 還有 我一直都覺得帝王十八年非常棒 那帝王的白牌 他的入門感覺就是 喝完我竟然選 就是他風味都很接近 我竟然覺得白牌 我選蒙飲選白牌 那當然你說十八年 是不是因為這樣就不好 我覺得不會 他也是很棒 只不過蒙飲會 讓你把那些偏見 是 真的是偏見 就先放一邊 就以風味來決定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 也許我們都選十二年 也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就是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年份這件事情 其實你不覺得說 像我們在 我們在那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那個 做那個 帝王 格蘭蒂的時候 那我們在做格蘭蒂那一集 我其實就有問Rex 問他說 到底其實那個雙桶 到底是幾年的酒 那他有跟我講 不過他說 他希望我不要公佈 他說因為他覺得 我認同他講 就是說 酒幾年的這個觀念 其實有的時候 你說台灣的酒 十二年跟蘇格蘭的十二年 一模一樣嗎 那有的說十二年也要看 你用的是什麼酒桶 你用是不是新的酒桶 你用是不是初次裝的血液桶 那你的酒桶好不好 所以年份當然是一個參考的 的數據 不過他不一定就是說 真的越高 就是等於越好 當然他放十八年 不過 你好的酒放十四 六年也是好酒 你不好的酒放十八年 也不是那麼好的酒 我舉例 我舉例這樣 沒有任何的 好就是OK好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就是要一起來打破 還是用 所以你知道我真的好 驕傲 我們都是用蒙影 而且我們都很誠實 是 蒙影真的有時候也是要 會真的找到自己內心喜歡 對 對 對我真的看蒙影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我多少的時候 我都在喝包裝 好了好了 今天講很多了 怕有人說我們太多廢話了 這樣 來來來 聞聞看 直接乾了 直接乾了 有必要這樣子嗎 說到這樣 我就想到 你知道最近我們有一個同話 他留言好可愛 他說 他說 他在那個我們的粉 那個我們的社團裡面 他說 最近他喝到說 他起來 你有看到那天嗎 他說 分不清 對 太可愛了 好多童話門都說 兄弟 注意身體啊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 好童話很溫暖的地方 很謝謝大家 對 真的touch到了 對啊 不過也很開心 他說因為 他有更認識的這些酒款 他認識這些故事 他就更覺得說有feu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故事的力量 對 OK好我們來蒙影了 OK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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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聞到什麼 記得盡量為了老師 要講比較 那個 台灣的 台灣neaf flavor home 我覺得我聞到了 虱目魚 開玩笑的 第一個味道是 蘋果的那個 你有喝 就是整顆蘋果 都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聞到的那個 好像還聞到一些辣的味道 蘋果的辣味 真的 真的 不是切開來的蘋果 是 一顆的 整顆蘋果 你在聞那個香氣 對對對 真的我們大廚他的敏感度 真的 就是 他尾韻他是給你一個 那個 那是兩兩兩兩兩兩 比較像木質地的那種 OK OK 我好像跟博章一起評 有說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子 不過很準確 你有聞到美酒的味道嗎 還是那是我聞到的 後面 後面有一點 一點點那個 蜜鹹的味道 那個酸氣 嗯 謝謝 是酸氣 是蜜鹹 是蜜鹹的酸氣 更精準 好我們來喝喝看 你喝到什麼 我相信是 是很包覆的 包覆的喔 OK 他一入口 那個辣的味道 對 還是有存在 還是有存在喔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他 他的整 整體的那個 平衡就是做得很好 很好 你我覺得我雖然他也蠻甜的 不過甜味裡面 我覺得有一些苦味 對 後面 也有一些辣味 對 現在口腔是 微苦狀態 對 有一點微苦狀態 對 而且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辣 他的辣 是在後面的時候 會 會一直慢慢的 好像 刺激在 在 在口腔 對 你有沒有覺得下去之後 你再喝一口 有一種種就是 你吸進去之後 有一點點 就是尾雲還沒出來之間 有一點點薄荷味會跑出來 那個是薄荷味嗎 那是什麼味道 草本嗎 它會有一點這種 這種草本的 草本的味道 對 會飄出來 對 它在尾雲的時候 其實它 尾雲還蠻長的 對 尾雲還蠻長的 而且尾雲有一種蠻 生金 然後又是說也會有一點苦苦的 嗯 也是甜甜苦苦的 還蠻好的一個品粉 有一點像那種 在家裡面點那種精油 那種 舒服的這種 舒服的感覺 對 不過你會不會覺得說 它 它並不是一支 我們所謂說的很順口 或者是很 很 很甜的 它在後面的這個 這個苦味 呃 不是那麼多人 可能可以 對 喜歡 不過不是不好 對不是不好 可是說 我覺得會比較喜歡這個個性的人 對 我覺得有個性 有 有那個 對 有一個衝擊 對 所以它的苦 後面會帶有一點那種 煙燻的這種 氣味跑出來 對 我覺得那個苦有點尷尬 所以我再喝一口 就倒有點尷尬 因為它其實 其實多喝幾口之後 它 它是能夠去拼這個國家 對 對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有個性的 只不過你要追求順口 發順你的未必 不過我覺得 是有個性的 是 目前台灣喜歡 學歷黨下的可能 不一定 對 就很難 但是我覺得它是蠻有個性的 是 是 OK 要不要入口 是蝦腾不潤 潤口不潤 潤口不潤 要多潤口一下 剛才這樣想 你潤久一點 OK好 第二杯 經典的 你會覺得整個就是 你聞到什麼 它整個的 是真的 很花香的 對 好像一片有花香的草 春天藍 對 很甜 那種有一點 對啊 還有蜂蜜 還有蜂蜜 真的 真的甜味 對 就很柔實 真的是我喜歡的 你喜歡的你知道這是哪一家的嗎 經典的味道 應該不會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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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經典他們家的風格啊 好 我喝喝看 再confirm一下 沒有 不用怕 另外一半 是 有 有 有 對 有 有 一點點 好像有時候 Kabasco 一點點酸氣 為什麼Basco太厲害了 你說喝下去還是聞 就是它在你口香裡面 OKOKOK 那種酸氣 但是不是那種辣度 對對對 那一種發酵的酸氣 對大部分人可能沒有辦法 像講Kabasco就是辣而已 沒有辦法像你還有 是沒有辣 不過有香氣 發酵的香氣 就是大廚才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 平衡跟整個整體是 滿那個的齁 你有沒有覺得它是 就是說很順 很圓滑 很順 不過還是很有真實感 我覺得這是他們家 很厲害的第一個 說真的 很成熟的意思 所以市面上 大眾可以接受的酒吧 對 對 不過這樣子講 我覺得也不要去講說 好像你有 你常在喝威士忌 你喝到它 你是覺得見到老朋友的感覺 非常有經驗 應該是說 多數人都會認得它的這種 對 經典的味道 對對對 多數兩口 好 再多數第二口 好 好 好 這次聞起來有沒有也蠻甜的 它聞起來其實 那種 木桶的香氣 有 很明顯就是 它的那種木桶 你有沒有聞到蜜劍味 對 因為它有一點那種 那種 好像那種 比較成年這種 霉的風味 對 我有聞到烏美的味道 對 比較成的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鹹鹹的味道 因為這支 好熟悉 好熟悉喔 應該 這支好熟悉 好熟悉 好熟悉 最近常喝 好熟悉 好熟悉 火光知道你在說什麼 歌 熟悉協助的 對 熟悉協助 你有沒有覺得這支味道 是 一下子好像潛到水裡去了 往下去 感覺會有 潛水的感覺 我覺得這支酒 反正是給我的感受就是 一入口就是 你好像 跳進海水裡面的感覺 對齁 你有這個感覺齁 對就是 我也是這個感覺 那給你跳進去 對 再起來 一邊過來 太帥了 你有這個感覺 撞一下撞一下 你要那個 阿澤沒教你 好 我們的這個好童話 是兩下喝一口 你都沒有在看 你要是有看就知道 撞兩下 再一次再一次 來 對 OK 好 你有這個感覺齁 跳到水裡面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它 它整個的那種風味就是 這一個 鹹香的那種風味 我覺得帶比較重一點點 它就是這個木頭的味道 我覺得它 是不是因為烤的比較焦的關係 我覺得它的那個 它的桶的味道本身是帶的比較 比相對這兩次還 比較重啊 總還是說它因為它18年的關係 我覺得有可能 跟桶子相處的時間比較久 比較沉穩 對不對 可以感覺到那一個部分 不然它酒體其實也是 算是很 到後面是滿碎的 對 其實第一次喝我覺得也是不錯 其實還不錯 也算甜 帶一點苦 也是有這種草本的味道 下去之後尾翼也是滿剛的 真的有那種 起來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它 它的酒體 它其實 三支酒款 我覺得它 他們做的這種 整體的在火箱的感受 都是滿不錯的 是 都有顧及到 是 各個甜味都有 都會讓你體驗到它 每個酒 它想要 帶給你的感受 對 對 結論呢 你覺得 你會 要不要表現你的結論 因為我 我的話我覺得 對於這支的順口度跟 跟它 這三支來比較的話 我覺得是中間這一支 它的平衡 是 我會比較 比較喜歡 是 沒有平衡 還是喜歡這種 這種比較 對我相信 對 它會帶的比較 比較 比較 鹹一點點 對 它是比較偏苦一點 第一支比較偏苦 第三支比較偏鹹 對 偏鹹一點 對 那我覺得它當然 平衡其實 到尾韻都是不錯 對 那個 因為喝酒我比較 在意的是它 一入口 對 那一個的感覺是 是怎麼樣 很那個呢 對 那我覺得讓它入口 讓你的感覺 也是很 很舒服 或者說很 很經驗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它是會跟你溝通 對 你到底跟它 有什麼樣的 對 比較交集 對 我覺得那個是 有善度 對不對 因為我們每個人 吃東西的味覺 一定 不一樣 對啊 對 以個人的角度來說 比較偏好 了解 那那邊呢 我覺得 當然一般的人來講 就是說 你要是說 就是一支 你買 然後帶這個價格袋 大家一起喝 然後都覺得很可以 都很喜歡 我覺得當然第二支最安全 其實說真的 很成熟 很 就是說 可能有的人會說 比較沒有個性 不過我覺得 非常成熟的一個作品 很友善 然後呢就是大家 都會覺得 可以從裡面得到很多 對 那 就像說我們在做 食品的事一樣 就是說 你 比較有個性的商品 對 就是會 比較挑 比較挑客人的 對…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導向 就有時候是市場導向 對 變成說 它的酒款 它的酒體本身 對 感受度還是會迎合 比較大眾的市場 對對對 沒有錯 那我覺得 就是18年這一支 其實也是聽到 之前很多同好們都有講 抱歉我都直接講 第三支 好 第三支 它其實也是很多的同好 都有去 都有去推薦 嗯 那我其實我今天第一支 喝 那我喝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它 我覺得蠻不錯的 當然 當然第二支最友善 最 就是可能很多的 我覺得是非常的友善 不過第三支 我覺得它其實也是 還算是友善 不過有一些個性 嗯 我覺得整體來講 其實也 以1000塊以內 我覺得蠻超值的 然後我覺得第一支 我覺得很有個性 嗯 其實我覺得也是 值得喝喝看 嗯 那不過當然就是說 可能不一定每個人喝完 都會覺得 我就是 就是沒看 我直接猜 我覺得順序應該就是 好聽 它應該就是 應該 對不對 一二三 當然我沒有喝過第三支 第三支是根據你的觀點 不過我知道第二支很明顯就是 應該是它 它的味道 對啊 可以公佈一下嗎 一二三 對不對順序 結果我們都 嗨 我們回來了 所以剛才呢 這個是 我們所評的三支的順序 一 二 三 那其實我們 被告知答案之後 我們有一點shock 因為我其實 以前喝綠排的經驗 都不是今天所評酒喝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其實就喝完之後 然後呢 我們又倒了出來 怕說有 因為我們的蒙影是非常serious 有時候我們覺得 欸 看好不同我們其實都很嚴格 就是趕快再 所以我們又倒了第二杯 請我們的大廚 來確定說 第二杯跟第一杯是同樣的 第二次倒的跟第一次倒的是同樣 他確定他說確定了 那我就覺得說 我的印象不一樣啊 所以我又去拿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支 之前的十五年 再拿出來 然後呢再喝一下 不過那我要講一下 你喝完這一支 跟這一支十五年 你的感覺的差別 我喝下來真的 因為這兩杯是一樣的 的那個 酒款 嗯 他給我的感受跟 當David他給我的那個 這個苦味真的是 略略的比較不同的是 第一支真的是 天 口腔整個都是 包覆性的苦味 那 那第二支真的 他的順口度相對的好一些 嗯 對 我不曉得是 怎麼樣 通常是可能是 包裝的過程 還是說 我們調和的過程當中 是有一點點的 對 我也覺得 誤差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其實還蠻接近就是差一點點 對差一點點 對 那他整個的 口腔的那種 就是風味的回饋 所以 個人的感受是有一點點 差異性 對 你知道我們後來又喝完 你知道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對 你就要答應 我喝完之後 我發現他是 十五年後 我又回來喝了 嗯 我發現那個苦味 比之前好像少了一點 少了一點 那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是 因為我喝了一輪 我的 就是味覺 口腔 就是跟一開始 第一次喝不一樣 嗯 還是說 因為我看到包裝 心理作用開始產生了 這我不知道 OK 不過我覺得 太下格了 對 所以我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再來講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威士忌 有的時候它的美就是在這種 在風味上面的討論跟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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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一種 你說品味或是說趣味 那因為有的時候 有的人會講說 你看因為甚至這支酒剩得比較少 那這支比較多 那有的人會說 這其實未必說說 喔 約翰走路就是他們 調和不穩定或什麼 有的時候其實因為空氣 跟各方面的狀況之下 其實會影響到酒的這個狀況 那有的人就說 其實你一支酒喝到喝了嗎 其實風味都會變 大水有講過這件事 所以我是覺得 藉著這個機會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有的時候其實更多的實驗討論 去更認識自己的味覺 跟去品嘗它的差別 都是好傳的 拜託 我真的覺得不要的就是很 喔 就是一定怎麼樣 什麼就是怎麼樣 什麼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 有的時候沒有那麼的絕對 可能跟人生一樣 享受它的這種 微妙的變化 對 這就是威士忌品嘗好玩的地方 對 因為一支酒真的 從一開始喝到 喝到尾端 其實它跟你的變化 對阿 很有樂趣的 你知道柏江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 這個 我看他最近就是 都會請首席幫他帶 我以為他要送你 後來我發現他就說 因為我們在拍他 也更說想要去了解 所以他就 從滿滿的喝這樣 那 我就說 你怎麼自己喝都沒有找我們喝 都沒有開玩笑的 他有講到說 當他在品嘗室 你有發現說 一罐酒你開一根 後來喝 你說有一罐酒 我們就不要說哪一罐 你說你一開始喝 你其實第一次我見你 你說很想打人 就太阿咧 對 因為我覺得它 太不夠意思了 對阿 不過喝到最後你就覺得 是不是你就覺得 對 因為我覺得他一開始 他給你的藍中 就 就沒了 對 我不曉得他到底這個酒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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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是個人的 當下的這種感覺 對阿 然後後面慢慢的品嘗 其實他 他整個 整個的那個風味 有開始做 做一些變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細細的去品味他 對 這個變化就像 養育一個孩子 他從小到大這種變化 是 那種感覺是 很深刻的 那我想問你就是 你覺得這個是因為 空氣的關係的影響 還是因為你認識他 你的味覺 對他的記憶有多累積的 你覺得是 還是都有 對你來說 當然累積一部分是 我們會感知到 感知到他說 他有變化性在哪裡 對 可能在 可能我們每個環境 可能溫度啦 潮濕度啦 整個的變化我覺得 相對性的一定會有一些 風味上的變化 對 對對對 OK OK 我想要最後 在蒙影講這個點 因為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對 齁真的是蒙影 就是不要 台灣之光啊 不要看不起 我一開始來說 嘿啊 這不會不公平 嘿啊 結果對不對 你是選12對不對 太妙了 我必須再次講 這個就是蒙影的威力 太棒了 太厲害了 我特別想要就是 私底下 鼓勵我們的一些同好們 要是有的很確定 很主觀說 什麼東西一定是什麼樣子的 拜託你一定要 找一些好兄弟 好朋友 蒙影 我真的覺得每次我覺得都 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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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好同好時間 其實 很謝謝我們很多的同好 就是說其實上一集啊 就是這個 格蘭飛帝 其實我發現大家的 對他的這種就是 支持 就是也是很謝謝大家 就是 很多的回應 那我覺得 上個禮拜的留言有特別幾支 我覺得很棒 要特別請我們的大廚來幫忙唸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個Peter 或Peter Huang的這個留言 他說 德州威斯基斯光 Balcones 的調酒師 調酒師 他說在Whiskey Tribe 美國的YouTube的一個 也是我們很喜歡的一個 YouTube頻道 他說提到說 我最喜歡的杯 本家威斯基斯 是 格蘭飛帝 是因為它維持的 極端柔和口感的同時 融合了多種層次 這個味道在其中 對 然後他有講到說 他覺得這個格蘭飛帝 12年真的 非常的容易取得 平易近人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可以感覺到 格蘭飛帝還是有很多的一些 同好們其實是很喜歡他的 就是很多人其實都有 都有講到這樣子 那那個 就是這個 其實像Alphacron 我們很知識性很高的這一位 同好 Alphacron他就 也是講說他第一次 也是他第一瓶入坑的威斯基 蘇格蘭威斯基 就是 他買到14年 美國限定買得很棒 他說是 這個 格蘭飛帝 然後他說 其實他覺得說 他說路頭的核心款 他都喝過 然後就說 他說他覺得 他就是沒有一款 是令人印象深刻啦 就像上班不搗亂 然後永遠 考試80多份的學生 他們特色就是沒有特色 其實我覺得 這個形容其實是還不錯 因為格蘭飛帝就讓你覺得 他是 直優生 表現很好 有的時候他就覺得就是 你認同嗎 就是很很那個 不過我其實是覺得 我們也應該欣賞這些 80分的學生啦 那 不過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其實我一直也是覺得 格蘭飛帝可能 也許他賣貴一點點 大家會更喜歡他 要是有賣 要是改天他剪片 不要打我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你知道價格來 是不是讓你覺得 好像 那不過其實他就是很友善 我覺得大家都有這一個 對他的感覺 那其實我是覺得很適合嘗試 那你看Manchang 就是我們香港的一位同發 他就說 超羨慕台灣的格蘭飛帝 十五年台灣千元 台幣有找 香港起碼兩千塊台幣起跳 台灣太友善了 這個必須再一次講 你其實在台灣 我也是跟他這樣回 喜歡喝威士忌 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為蘇格蘭威士忌 就是這麼的 這麼的友善 然後我也特別要講一下 這個人 這是拍拍自己肩膀的 Joy他說 你看大廚味覺敏銳 然後他也很期待 週年的特別企劃 我們其實剛才也在 討論週年的特別企劃 那其實各位 也今天有一支酒 跟週年企劃討觀 放一個 其實我本來也有一定想說 是不是就是 不要 因為這個原因不要拍這久 不過因為這個 今天這個主題已經規劃太久了 所以我們想說還是拍了 所以要是說 要是說 各位之後看到 一年慶念的慶祝的這個企劃 覺得為什麼是這樣 那真的不是刻意的 剛好我們覺得 就讓他說 我好像用 做錯我最多媚觀子 我要特別聽一下 Jeff Chan的這個留言 我超開心的 給大家 他說 欸 David 我女友說你剪髮好好看 太開心了 拍拍我的剪髮 拍拍我的剪髮 謝謝 很開心 剪髮實力 對啊 我很謝謝我的這個設計師Seven 超強的 超強的 不過 你知道嗎 我之前的這個頭髮 你知道我去他們說 根據你上一次 剛好就是又過了六個月的時間 都是過幾天 他就說 他們都有做紀錄 他就說 所以呢 沒有辦法想跟會員講 那我在剪這個頭髮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他為我設計的頭髮 都是可以留很久的 他說這個頭髮 你要小心 可能你一個多月 就要回來一次 所以我聽到這個Jet 這個留言 我覺得我一定每個月 準時會去報到 再會就去剪了 對啊 很謝謝同學們的這個 這個留言 我覺得最後面 其實喔 老毛毛老的這個要念一下 來 麻煩 就先斷貨一次 後來又有進貨 那目前 各前輩回報 應該是沒有貨了 大家不放心 喔 你看 我覺得這個地方 你看他跟他有Dennis 我們的同胞們 真的就是大家非常的熱心 這是我覺得 這個是資訊的 大家最溫暖的地方 資訊的傳遞啦 其實要是 你想要加入我們的這個秘密社團 社團更多啦 因為我們在YouTube這邊 好像是想說 也是有一些啦 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這是很溫暖 很溫暖的 然後 然後他說 這邊最後我覺得他講說 這個地方 他說 菲利對我而言 就是 喝CP值的 一直以來都 被他的瓶子 與包裝吸引 我覺得他的瓶子真的很漂亮 那個三角形 他們的經典 然後呢 所以這次節目 沒有被推更的感覺 就是 是 偶聞故人的訊息 我又想來一杯 天使學禮 所以 謝謝我要舉杯 謝謝這個老貓貓 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們 對 感謝各位收看 好總先下談 那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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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